大家看到烏克蘭用無人機的部隊,包括在黑海攻擊俄羅斯軍艦 由去年年中開始至今都頗為成功 俄羅斯海軍,他們落水軍艦通常是3000至5000噸左右 不是說很大噸位的船,但上面投放的武器,數量和噸位計數相當有效率 俄羅斯海軍很流行一種小型飛彈的艦艇 本身是一艘護衛艦,但護衛艦通常裝備會有反潛 亦會有水面戰的能力,通常是多面手 亦是其中一個功能,可能有時要單一集中,做些下爛的情況 但俄羅斯海軍就沒得選擇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這種小型艦艦艇 都是要做全面、多面的作戰 現時俄羅斯海軍這些小型飛彈、導彈艦 戰爭當然會有他們的經驗,但他們發現 經常性被無人機在夜間襲擊 無人機在夜間襲擊,當然會為俄羅斯帶來不細的教訓 他們發現,如果被對方埋到新攻擊時 其實艦艇本身的艦艇,不夠硬硬對對方的碰撞 甚至近距離的爆炸,有足夠防禦力 所以他們發現,這些小型無人機 是會針對俄羅斯的船體 尤其是近近引擎的地方,發動他們的攻擊 所以他們發現,需要加強引擎艦艙的保護 要保護的時間,當然大家很快就會想 要不要加厚一點的船身 甚至乎要加一些額外的裝甲 從而對抗,現在United24 去做大量海军的无人机 真是会无人机去打赢黑海一支庞大的艦队 说回一间造船公司,阿哈巴尔斯 这间造船公司,经常为俄罗斯海军效命 说到现在俄罗斯的四支艦队 似乎他们的飞弹护衛舰都需要加强维护 要做到这种感觉,船的设计应该改变一下 现时未知,究竟他们要如何量身订造 为新一批俄罗斯的飞弹护衛舰,加重他们的保护 尤其是对他们的引擎舱的保护 例如我们见过,他们以往的舰艇 例如他们有一艘Buyen M型的舰艇 以及卡拉库特的舰艇 专用来发射口径巡舰飞弹 即是舰艇的舰艇 他们之前没有这种保护 即是说到这些舰艇的设计 但是,如果预先没有留有足够的空间 即是改进或升级空间 未必这么轻松,就能够在上面做一些加建的工作 这方面,大家要真地看 包括美国或欧洲的舰艇 或者日本的舰艇 他们有时都有升级空间 即是说,他们预计了一艘舰艇 因为舰艇本身有30年的寿命 30年转眼就过了 以及30年,中间会经历很多科技的改变 有时有科技的突飞晚进 一艘舰艇如果不能适当时进行升级 这艘船要是落后于时代 就会被对方的武器所制 另外,要是整个退役 退役就会制造了很多浪费 包括退役也有它的成本 即是包括你要将舰艇拆除、报废 要付出环境的代价 要付出人力拆船的代价 或者其他舰艇缩细的代价 所以如何计算也好 现在俄罗斯的舰艇 未必能够进行升级 即是有机会,新舰便要淋一淋 加强哪裏呢? 加强保护船体的中度、船体的船头和船尾 其实说真的,感觉好像整艘船都要搞过 因为它的船头和船尾 都不是差很远的 所以是否有声音说 搞到一战或二战时的舰艦 或是铁甲艦 真的有一层铁包着 真的令到整体的防御能够增强 当然在我们之前看到乌克兰放出来的影片 都会看到无人机 主要打击水线 或者水线以下 水线以上以下大概是这些位置 然后打穿它 令到它大量入水 最后通常是一边翻側 翻側的情况 所以俄罗斯第一角 究竟他们需要加些什么 例如说 他们以往会加一些 反鱼雷的装甲 但需不需要 比反鱼雷装甲更好的东西 即是去加强 护卫艦本身 尤其是水线以下部分 抗击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够胆去装 我们也是说的 板条装甲 即是在坦克车上面装的那些 或者装个龙 刊在卫艦上面 整件事就相当好笑 在以往的历史战艦 都不是说没有这么搞笑的东西 如来问世之初 他们都尝试去找一些 防止鱼雷打击的东西 即是反鱼雷的围难 一些屏障 当时这些叫做反鱼雷网 应运而生 但其实反鱼雷网 你先不要说 你能否有效拦截对方的鱼雷 但你的机动力 肯定会受到影响 你见到 随着技术慢慢去之后 其实这些网络 都会被放弃的 但是现在 你又弄回这些网络 这些网络 那是否真的可行 可能这些网络 可能吨位不太大 我们说自杀式的无人机 那这些网络 是否就能够成功拦截到他们 那他们就冲不破这些网络 然后就对船体构成大破坏呢 这一点 当然 还要是在现实上 有一个对碰 才能看得到 当然 你说前居好监 我相信 看上去的火力 这些网络 做不到什么 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就即管再观察 那俄罗斯他们的应变方式是如何的 OK